也就是所有的各级各政府 各个关键性的一些人员 包括工作上的一些 过去的应急状态当中 所规定到的各个部门的人呢 都要各就各位 而上海与北京呢 也表现出来了这一点 但是并没有宣布这样的紧急状态 或者是像一级戒备的这样的一个发文 那么就这个情况呢 我们想首先邀请和平县市 您是如何看待和理解 北京与上海的这种 和广东之间的区别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 今天刚才说 李津津博士刚才说 这个对一个城市实行管制 中共没有自己的这个法律 中国的法律是两部分 一部分是公开的明文的 这种各种法律 另外一种是行政管理规则 那么行政管理规则 对一个城市 比如说在什么情况之下 去取消公共交通系统 在什么情况之下 要实行某一些管制 实际上它是有行政的这种规则的 而按照今天早上 就是我们纽约时间今天早上 中国时间是早上晚上 何医生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已经在我们的画面上了 对 我现在还需要用手机来带你们的号码吗 不需要了 你现在已经在你的画面上已经直播出去了 好的 行 我们现在先谈一谈一般的情况 后面就是要请教你 你是专业人士 先上来的就是主持人 现在是马俊先生 马先生这是何医生 何医生好 你好 你好马先生 经常看到你的这个视频 微信上也看到你的东西 非常感兴趣 非常 所有的这些讲座 而昨天呢就是 昨天晚上广东时间的 昨天晚上 已经把这个公共卫生的危机 列为最高级别 那按照这个级别的意思 实际上就是说 广东可以全面实行 对广东前省的管制 这种管制呢 陈小平不是认为啊 离建宁不远了 而我认为呢 其实比建宁更严重 因为建宁往往是一种政治行为 或者是你还可以进进去去 对不对 多数人不属于他的管制范围的人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公共卫生的管制的话 不管你是谁 对吧 所以我今天在想点就点节目里面 我问一个问题 比如说孙春兰已经去了武汉 实察工作 那他的身体上面有没有大伤病毒啊 按照现在的病毒的了解的情况来看 身体最弱的人 这个是比较于你染病 那我们知道在政治局委员里面 孙春兰不但是至少最低 能力最差 而且是身体也最不好的 那如果他这样的人回去了以后 他能不能开政治局中的会议啊 对不对 比如说现在的这个省委书记 这个蒋超良 省长王小冬 他们21号 还握了这个演员的手 无论是男演员 男演员还女演员 那如果要他们汇报工作 那习近平会不会 让他们去直接汇报工作啊 生存难的 不能开这个政治局会啊 那现在在武汉 不仅是武汉有疑情一百万人 湖北有多少人 我不知道几千万吧 那你就是有多少人的关系 现在跟武汉有关联 中国的权贵家庭 那他们怎么办呀 他们难道也是等待着逃不出去吗 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逃跑 实际上今天我们得到的数据是 至少有三十万人 在得到这个封承令之前 他们已经离开了武汉 而且是 当然这个也许是有一部分看了明镜节目 因为明镜在之前的几十个小时 已经预先在中国 武汉政府宣布之前 就已经发布了这个事情 那现在的北京紧张到什么程度呢 北京的故宫 北京的图室馆 北京的其他的美术馆 那这些公共的场所 已经全部关闭了 不能去了 春节晚费已经不能进行直接播放了 当然这个是我最高兴的事情 这是可以说是 这一场病毒以来 我最高兴的事情是春节晚费没了 对吧 那么现在广东的病例 在不断的增加 对吧 数据在不断的增加 已经达到几十例了 上海的情况 大家非常担心 因为武汉人喜欢往上海跑 上海的武汉人特别多 北京的这个病例也在增加 早几天我们播报的时候是两例 现在也是刚刚我看的消息是25例 对吧 广西的利益也比较多啊 广西 所以所以这些数据在不断的产生变化 不断的产生变化 按照时间顺序来讲 严重程度来讲 广东是第二个 从站在政府的角度来讲 要宣布 随时都可以说 你是一个台山人 你是一个广州人 你就不能离开了 那这种情况你说多么恐慌啊 因为一个城市的运行 它是跟外部的世界 是全部连接在一起的 对吧 那你哪一些人是可以出去 采购东西回来 你比如说武汉 它有整个公共运作系统在运作 如果你这个公共系统崩溃了 那整个城市不是瘫痪的问题 是恐慌 你也许对于武汉来讲 保存了大概三四天四五天的 这个这个食品 那你一个星期怎么办 你公共的这个卫生部清理怎么办 所以是一个非常粗糙 非常粗暴的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决定 虽然它有内部规定 因为呢 现在你比如说中国负责这个事情 是两大系统 一大系统是国家的紧急应急部 但是紧急应急部的部长自己都进医院了 对吧 已经好像一年多时间了 他自己去应急去了 还有一个是卫健委 就是卫生健康委员会 那么这个机构 你看看他们开那个记载会就知道了 比那个之前的张文康时代还要糟糕 还要糟糕 讲一下武汉的这个病例 讲一下武班的 非常一般性的情况 他在看讲稿 记者问他一个问题 他们当然可能早就安排好了 也去看讲稿 完全是一帮党棍 所以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 我们不知道 我们今天请到了何刚医生 那何刚医生很知道 那我呢 今天下午啊 本来要休息 后来去匆匆忙忙看了一下流感的资料 流感的这个资料啊 你一看呀 你就吓你一跳 对吧 刚才李静静博士讲到了1918年 1918年死了 有人说是几百万有了 有人说是死了五千万 那么一般认为是死了五千万 那么是在美国发现的 西班牙的流感 那么后来在1958年 五几年发生发现了贵州的这个流感 那也命名为亚洲流感 也是死了上百万人了 后来还有一个是香港流感 对吧 那么在2008年零几年 我们知道 聚名的是一个居流感 居流感 居流感按照国际医学界的认识 说那一次流感 应该死一亿人 一亿人 为什么没有死 为什么没有死 美国最顶尖的 追门负责流行病的 这个行政长官 他也是个博士 一个医学专家 他是很简单 运气好 运气好 还有一位我今天看了 一位我们长导的 一位这个女士 这是一个信奉 信奉伊斯兰教 好像是个印度人 那么他是纽约市的 负责这个流行病毒的 这个最高官员 那么他说 1918年 死了5000万 那个时候没有飞机 那个时候人类 没有这么大的流传的情况 按照经历这种流传的情况 他说 下一次真正像 1918年那种病毒爆发的话 死掉的人是上亿人 上亿人 刘伊斯兴的感冒 在我们的人生过程中间 喝喝水啊 吃一点什么板烂根啊 被子里面睡一觉啊 对吧 出一身的汗就好了 但实际上 等一下何医生 可以给我们介绍 其实流行感 应该是死亡相当高的 当然未必死亡 是本身流感的原因 唯一的一个原因 他可能是隐患一些病状 所以对这个流感 以我们的外行来看 这个情况完结很难预估 但是中共的运作机制 现在为什么出这么严重的问题 这么粗暴和简单的封锁城市 而整个的应急措施 根本没有进行 所以我昨天讲了一个 讲了晚上凌晨 一点钟讲了一个东西 之所以封城 是因为开始封口 之所以 既然有了封城 最后我们就必须是应兵 必须应兵 因为你一个城市的管理 你根本不是公安和警察管得了的 你可以管得了公共系统 你可以管得了私家车 你可以管得了人家逃跑吗 对不对 武汉再过一个星期 或者再过几个星期 就会出现恐慌 就会出现大规模的逃跑 挡不住的 那挡不住的唯一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真的 所以 而现在你看看 北京每一天 几乎每一小时 那个情况都在产生变化 如果你把所有的数据理出来 你是非常恐慌的 非常紧张的 因为流行性的病毒 它的变异 它的应付的这个程度 是尤其是不确定的病毒 为什么恐慌 所以 是因为找不到它 应付的方式 实际上没有一等病 比如说某一等病 何医生知道 有大概有通应治疗的 基本方式 对吧 除非是节症 而流行性病是 没有通行病的 有些病都没有发现过 那就等于没有药 那没有药 要培养一个育苗 我们知道 那个是很难的一个事情 认绩好 几个月 认绩不好 对吧 几年 那你就想一想 如果中国这样的局面 再维持四个月下去 不是武汉封城了 现在中国政府已经刚刚公布了 在武汉旁边七个城市 也封锁了 再过几天 我们说广东封锁了 不要奇怪 再过几天 上海封锁了 不要奇怪 再过几天 北京封锁了 不要奇怪 再过几天 全中国封锁了 不要奇怪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是我知道 中国这一场大的接纳 居然以病毒的形式出现 是我始料无极的 好了 进入何医生来了以后 我就不敢讲了 的确何医生应该给我们 从专业的角度 给我们大家讲一讲 普及一下 关于现在的这个疫情 我刚才查了一下资料 看到上一次 1918年所爆发的 西班牙的病毒 在美国死了50多万人 这样的一个死亡率的比例 也是非常之高的 那么像这一次的 这个病毒来讲 我很多观众朋友 最不关系 没有 这个马先生 我们后面有一些 是要讨论这个死亡率的问题 但是你刚才讲的 1918年 美国死亡率 不是全部死亡率 全球感染病是5亿 死亡是 刚才李布什讲是 几千万 美国一般群为机构 认为是 西班牙流感是5000万 我不知道 这个 对 怎么样 美国的死亡率 是他们统计完以后 到个位数 是54万多 9520 21个人 那么他们的统计数据 是非常标准 但像中国 等等落后的这些国家 并没有任何的统计数据 那么像这一次的 这样的一个流感的大爆发 像整个这种分层的情况 那么还有这些 目前我们看到 像广东 等等这些省市的 这种应对策略和应对方式 您以专家 您以这个业内人士的角度来看的话 您觉得这是有效的吗 或者说这样的做法是否是可以真的对疫情有所控制呢 我个人看嘛 就是说他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只能这样说了 对 糟糕糟糕糟糕到了 已经是没有任何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只能靠就像何总说的 这种粗暴手段 封城 戒严 针对把 把入关 你不能出 也不能进 只能靠这个方式来 怎么说呢 暂时的控制 但实际上我个人认为 他这个就像钟南山院士讲的 实际上他这个时间已经错过去 这个他这二十多年 这个十二月底一直到现在 这今天为止 这么长的时间里头 在现代化极端的这个发达的情况下 高铁 飞机 这个流动人口又那么大 又刚刚好 刚刚好赶到了春节这个 回家的这个 春运活的这个节奏 实际上很多人大概已经都是感染 这个感染 它是个几何级数的感染 还不像这个 这个上世纪初的那个西班牙大流感 那个时代的 那个交通还是很不发达的 现在你看一个高铁 车一下这几个小时 就从广东就可以到了 这个中国的北端 从中国的上海 就可以到乌鲁木齐 就几个小时 十几个小时 这个车里头的人 一个人船十个 十个船一百个 几何级数船 确实是一个非常恐惧的一件事 也有人说到这两天呢 就是说 这个新的这个冠状病毒 它死了几十个人 感染了几百个人 那你这个流感上世纪流感 或者是禽流感 一弄就死了几百万 几十万几百万的 这个有什么可怕 关键在于哪呢 这个确实是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在网上 我的朋友也都问这些问题 这很自然 确实是 但问题在哪呢 问题在于这个流感 现在我们不知道 它的传染途径 不知道它的传染来源 所以就是说 怎么样切断它 这个本身就 就是完全很盲目的 上一次的这个SARS呢 最后搞清楚了 是果子里传染 然后通过人 可以人之间传染 这次呢 它这个武汉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当它最开始发生的 这几个病例的时候 而且已经出现了 这个病人在协和医院 感染了医护人员 这已经证明了 就是说这个病毒 在人之间相互传染 而那个时候 还仍然在一直在扯 不知道 不一定 什么可以这个传染人 然后那个北京的专家 又说可控可防 结果他自己紧接着就传染 所以这个最佳时间 已经被错过 这是最可悲的一件事 那么也可以从这件事 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呢 就是说我们完全没有 从上一次的SARS 得到一个深刻的教训 那么钟南山 十多年前说的 SARS可能还会再来 一言中谦 今天证实了他这句话 非常可悲 非常恐惧 确实是 那么有没有更好的一些 您认为按照像西方社会 特别像美国呀 这些国家 他们在应对这些措施的时候 是否像会像采取中国这样的措施 像分成这样的 就是说没有办法的办法 或者叫下下策的这种方式呢 在这些国家是通行的吗 我不认为在美国 他可以做到这种情况 尽管也有电影 有一个电影叫 Break through 那讲一个小镇上的人 感染了这个Ebola病毒 那么也是通过了 这个军队控制那个小镇 甚至还提出要用炸弹 把那个小镇彻底消灭 那只是一个故事 瞎编那个故事 好玩而已 但是在美国 我不认为他会做到这样的程度 而更重要的实际上呢 我们不会不要讨论 就是说在美国他会怎么做 但我们要问的就是说 为什么在美国 他不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是我们应该 你看就是我实际上 上一次SARS弄完了以后 我就写过一篇文章 最近我又在微信上发了 就是谈美国为什么 他一个中级医院 我当时是在2003年 做住院医生 在长岛的一个社区医院 我当时在留 就是进到病毒时 轮转实习 那么那一天早上 我们就接到了两份门诊来的标本 通过那个咽喉 棉签的擦了以后 然后检测这个病毒 病毒一检测了 是一个新型的 这个禽流感病毒 这个禽流感病毒呢 实验室一看是阳性 马上就报告给实验室主任 实验室主任 当时呢 正在西班牙开会 这个实验室的既是那个主管人员 代管人员打电话给他 他一听马上就说 重复这个实验 而且标本立刻送给CDC 美国CDC 叫他们来确证 那么CDC 几个小时之后就确证 证明 告诉他们 说我们证实了你们的诊断 是这个病毒 那么立刻就通告全国 各个医疗机构 今年 这个禽流感病毒 这种病毒株 已经提前了两个月出现 相应的疫苗 尽可能的 赶紧要在大众里头 进行接种预防 这个通知下来 当时还遇到一个特殊情况 其中的一家重要的生产 这个疫苗的这个工厂 发生了污染 大批的 它这个生产线停顿 被污染了以后停顿 怎么办 那么CDC就说 其他的药厂加紧生产这个疫苗 现有的疫苗 紧着那些老弱病残孕夫 这些人用 甚至不行了 还不够的情况下 一支疫苗 披成两半 稀释 来缓解 这样的情况 导致 就是使得那一年 尽管这个病毒 提前了两个月出现 并没有造成大面积的危害 当时我因为刚好在这个医院时期 是我们这个病科室送给CDC的 而且我知道了这个消息 我就在世界日报上还写了文章 告诉了华人社区 叫大家尽快你赶紧到你的家庭医生 去打这个疫苗吧 尤其老弱病残 甚至糖尿病啊 什么肾透析的这些 体弱病人 有长期慢性急患的病人 他写了中文稿 给世界日报 那么这个案例 我就跟中国的SARS 艾滋病 这个进行了对比 那么SARS 我们都知道它的结局是什么 引起了全世界的8000多人的感染 770多人死亡 这一次不幸的是 中国又出现了这个情况 跟SARS几乎是完全 类似的 一模一样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确实怎么说呢 我们这个社会或者是这个 这个社会 不知道接受教训 不知道从这个过去的教训中 吸取经验教训来预防 美国呢 它是立足预防 所以它不会出现 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它不会动用军队 把这个城市整个给它封去了 的确 何先生刚才所讲 我们不应该问这样的 反倒应该问为什么在美国 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特别何医生刚才讲了一个 他亲身亲历的事情 我们现在有请 李静静博士 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那么像 刚才何医生所讲的这种情况 在美国呢 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一旦出现了 会立即的 我觉得这里很简单 就是处置的这个 处理这个紧急情况的人 那个体制的问题 就是用文字 就是authority 就是权威的问题 那么刚才何医生讲了 我们很好的一个案例 对吧 这个权威的就是说 一旦发生的事情以后呢 它首先是 它规定你CDC 就是美国疫病预防中心 他们在那里有一套体系 有一个警报体系 当警报体系发生了以后呢 那么他们就会自动的开始工作 如果这个变成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行政体制 我们刚才何医生刚刚谈到的是一个医疗体系的 那么我们现在当武汉市变成一个社会大便积的那样一种感染状态的时候 它就要有一个行政体系 行政体系必须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权威系统来进行工作 那我刚才前面已经说了 遇到这个情况就是当地的市长 当地市长是第一把手 他来全面掌控和控制来提起意见 那你总统都不要管他 总统是权力支持 发表讲话 勘察视察给支持 可是中国一遇到这个情况 那个任何人他都没有这种权力 没有这种权威体系 市长要问市委书记 市委书记要考虑到他的权把子 要考虑到他的权力 他要问问省委书记 然后他再想一想这件事情符不符合 所谓习近平的那个核心思想 是不是符合维稳的思想 是不是符合中国的这样一个政治统治的稳定 所以这些东西都加在一起的时候 一遇到大事情 其实没有一个权威 没有一个完整的权威 统一的权威来指挥来处理事情 比方说这个事情是发生在美国 那一旦发生事情 那你这个当地的那个CDC 或者当地的医生 美国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doctor doctor是个行政官员 就是市的医生 每一个就相当于副市长的 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 一个医生做副市长 但是他叫他叫city doctor 那他马上就会跟市长做决议 现在发生什么情况 那市长马上就会召集 有关的一个开会 然后进行情报通报 新闻通报 然后他来做出决定 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 后面像中国那样 这件事情发生了后 不知道情况隐瞒通报 隐瞒先在内部去沟通 他们不停地在内部沟通 谁都没有一个决定权 遇到这样的事情 这是中国的这个统治的一个悲哀的地方 这就是说民主啊 我们相对在这个情况下 民主的时候它是有权威的 民主并不是说没有权威 共产党是遇到什么 对着它的敌人 对着这样一种 打这种政治上的敌人 搞大的那种规模 什么发展的计划 这个时候它有时候有效力的 但是遇到比较复杂的情况 遇到人类比较复杂的情况 我们遇到这样病疫这种情况的时候 它往往就缺乏权威 说实在的中国今天发生的这个情况 恰恰不是共产党领导有权威的结果 恰恰表现出它是没有权威的结果 遇到大事情谁也做不了主 对吧 习近平顾不过来 他要这个总统打电话 他要到那个哪里去视察 那边某某地方已经给它安排好了 群众的这种握手的场面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安排好了 他要照顾这些东西 他没有精力来管这个 这个人民群众一般的生理 这个卫生这种状态 他没有这种警觉 因为他不在乎 他吃掉几个人 多死几个人 死掉几百人 对他权力没有太大的影响 那不像美国 你处理不好 你一个市场处理不当 马上对不起 你没选票了 下次你就下台好了 对吧 这个民主权威 民主社会 它确实是在遇到紧急情况 它是有权威的 我这个今天呢 听到了何一生的那个讲话 我做个评论 这种两种的这样一种权威体制 一种是专业的权威体制 就是一旦发生事情 他实验室应该向哪个部门报告 报告以后 这个某这些医疗系统 他马上产生预定的计划的这种反应 一旦变成社会问题 大的社会问题 那么行政系统就当地的长官 立刻成为整个世界的主导者 然后他们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然后他听起 比方美国的话 联邦政府总统 都是他的相当于他的那种支持者 顾问者 他来做出决定 他来站在第一线 来处理各种事件 这就是一种行政的权威 恰恰我们刚才再总结一下 中国缺乏这种权威 遇到大事情 谁都不敢负责任 实际上我想说一下 就是说您谈到了这个权威的问题 他恰恰反映出来的一种文化 这个文化的差异 在我看来是个文化的差异 在西方社会呢 对于这个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 首先他强调以人为本 人命地区 那么这个像牵涉到这种公共卫生事件 传染病啊 流行病啊 这个食品卫生的问题啊 医药的这个疫苗的这个出现的问题啊等等 那么他立刻就要牵涉到人命 所以呢 不管你是政府还是医疗职业机构 他都要把这个都把这个看得 首先看得特别重 就像这一次这个钟南山 任命他什么全权那个高级顾问 到武汉来亲自检查这件事 报纸上也连 那播报啊 什么电视上也播 我看了以后我感到很可悲 这么样的一个严重的疫情的情况下 居然叫这样的一个老先生 去挤高铁 坐到餐车里头 说是买不到票了 把他安排到高铁的餐车里头 紧急的从广州到了武汉去视察 80多岁的老人 是这样对待 这种紧急情况 你还不他们派专机呀 你拿那么多飞机干嘛呢你 那中文年代饿死人的时候 出德说是红薯 居然是空军专运红薯给他吃 老毛的一件衣服破了 说是要舍不得扔 专机送到上海找高级裁缝去给他修 这么多牵涉到人命的问题 烈性传染病 叫一个专家来视察 找出问题 居然叫他去挤高铁 那高铁里头万一要是也有人染病 他到了以后 他自己也倒下了 这怎么办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整个体制 高铁是庶民可以做的 专机是贵族做的 这是很多网友的一个回复 那么我们想这个话题呢 何平先生您是否有需要补充的地方 没有没有 我只是看到日本的最新的那些资料 日本很很就是 这个安倍首相啊 已经都发出了很清晰的这个指令 要在日本进行 引力的这个防备 在美国方面我们发现了 这个他的措施是 可以说是上个星期五吧 已经是一个星期过去了 就动用了以北都人 你要知道美国要动用以北都人的 医务人员在这个机场 进行这个侦策是不盈利的 那个成本是相当高的 美国现在是五大机场 所有从武汉的来的会计 当然现在可能很快就没有了 流行感吧 这个事情呢 就有点像这个安正一样的 你要真正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呢 我们可以找出一大的理由 但实际上它有时候是一种运气 但是除了运气以外 有一些专业的知识专业的管理 而中国恰恰就吹换这个东西 中国不仅是在医疗系统里面 没有吹换这个应急系统 总是整个的这个权力运作系统 只要产生超过他们管理经验的一些事情出现 他们就没有管理能力 如果这个病毒继续地延伸下去 武汉的事情不能在短期之内解决 假如是40天不能解决 我举个例子 那么武汉就会变成一个暴民之城 如果40天广东 或者是上海 或者是北京 都不能呢 这个用一般的正常的运作的手段 去应对这个危机 而是采取粗暴的方式 不对以的方式去控制的话 那这些城市 都会出现比较大规模的 这种骚乱 这是挡不住的 这是军队挡不住的 这是警察挡不住的 这是武藏警察也挡不住的 所以如果这个事情只要持续这几个 几个月下去 那么中国的政治变化 居然可能是一场病毒开始 因为对这场病毒是中共所有的文件里面没有过的 他没有办法去应对这么一个头发的危机 而且我前面讲了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概念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想法 一个感冒算什么 对不对 当然你一场感冒 一场病毒的出现到后来的 确定是一个新型的病毒 它确实需要一个时间 但是这个时间在美国 花了多久呢 花了一天 在中国花了 好像是一个多星期 两个星期吧 但是现在已经快两个月了 四十多天了 那么你当时发现这个不确定的病毒 你就一定要有一个应急之法 你不让这个病毒进入第三步 第一步是在原来发生的那个所在地 那个海星地 第二个是周边地区 第三步现在是人与人之间 现在当然还是局限于在家庭成员 和医务人与之间传染 那么他现在之所以进行封锁 他就防止进入真正的全民性 第三步就是人传人 那人传人这个里面运气有时候是很大的 这个马先生是很熟悉这个非洲情况 那非洲在这个一千年以前爆发过一个病毒 刚果 埃博拉 埃博拉 曾经在埃博拉的疫区 包括塞拉里昂和刚果金呢 我都去过爆发疫情的区 我都去过 但是那一场这么严重的疫情 它之源就没有在前旧性的爆发 它受的感染只有几万人 还几十万人 而墨西哥的那一场这个病毒 就迅速全球化了 迅速全球化了 死的人好像是超过上万人 所以这个对不可确定的这个病毒啊 它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 是不可控的 所以中国那些专家收集 首先讲它是可以放控可以防 我不知道它理由在哪些地方 这应该是像我这种门外汉都值得一个最基本的常识 对吧 何医生 何医生你说对不对 这个美国呢 它在这套系统很完善的系统 它也是接受了就是说西班牙大流感 上千万人死亡那样的一个悲剧的情况下 它接受了这些教训 对 而且利好几次其他的禽流感 猪流感等等 包括SARS 这都给它很多的教训 所以它就把这个体系 它就建得很完善 那么即使是一个很小的社区医院 它都有细菌史 病毒史 你发热 发烧 并不是说回去喝点水 休息休息就好 是不是有 也有 确实也有很多 这样病人叫它回家 但是它遇到了一些特殊病例的时候 或者是说 它常规给你做个咽喉的咽狮子 培养 查出来了 这个病毒了 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 我亲自经历的那个例子一样 那么它立刻 就有直接的 它就 不管你是个 就像我们社区医院 是个非常导 非常一般的一个North Shore Hospital 很一般的个中型的社区医院 它立刻主任就直接给CDC送报告去了 标本就寄过去了 它根本不用给纽约的州长 市长什么请示 它这个有权威的医疗机构 来处理这些问题 中国呢 那肯定是 在我也看到微信上也有讲 就是说 实际上这个病毒早就分离出来了 现在的分子水平很高了 国内 很基因测序都测出来了 它就序列了 但是呢 一直压着不报 那么谁不报 那肯定就是官方呗 对不对 它这不是说是从医学 公共卫生的这个角度 它完全就从这个政治的角度来考虑维稳 春节 这个要造成一个歌舞平生 生平的这种 大好形象 结果十多其反 现在它是已经到了 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个传染病 它不会认你是什么反动 还是 微文 我们有一个关注 网友留了一个言 想问一下何医生说 贵族会不会得这种病呢 并且是在竹梦上 但我承拆的